要说起老美国家最惧怕的国人是谁 那么在我看来 必将是我国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了 当初在每月两国战争时期 主席仅仅只是说了一句话 就让美国像孩子听到家长的训话一般 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后来 美国虽然实力出众 但奈何主席这句话的震慑力 所以也只能憋着 多年之后 美国实在憋不住了 于是主动求助主席 听从他的意见 这才得到解脱 那么主席说的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呢 能逼得狂妄自大的美国 主动前来进行求助 而在这其中 又发生了什么呢 接下来就让小编给大家来详细说到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 新来的朋友可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览无遗 于是各方面集结兵力 开始了自己称霸世界的美梦 在老美刚开始打这个如意算盘的时候 本想着先从欧洲各国下手 然后再将矛头指向亚洲 但奈何当时 我国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好 同时还有我国 在朝鲜战场上发挥出的超强实力 让老美心中的这个如意算盘碎成了渣渣 但老美还不死心啊 所以就把目标转向了 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日本选手 本意就是想着先帮助帮助日本选手 然后再给点好处 等日本选手实力有所壮大之后 再用他来对付中国 老美下了这步棋之后 还进行了第二步 那就是主动插手了越南内部战争 本来自己兄弟打架 老美一个外来户非要横插一脚 他觉得 北越从整体局势上来看 更亲近中国 那么自己就非要和中国对着干 支持南越 他内心非常迫切 希望南越赶快站起来 这样就能和小弟 日本选手合起伙来对付中国 随后便大批量地给越南政府 支持各种军需物资和金钱 可南越就如同那扶不起的阿斗一般 就算老美一直在无偿地 给他进行资助 但依旧是在北越面前抬不起头 老美看着这种情况心有不甘 他不能让自己的付出付之东流 随后便田不支持地 派遣本国士兵 插入了越南战争 当时主席虽在国内 但一直对世界上各国都非常关注 尤其是这个心怀鬼胎的老美 当主席知道老美居然主动参与到了其中 很是愤怒 要这样的话 那么北越断然不是对手 而北越一旦落入老美手中 那么我国边境也会处于危险之中 我国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马上召开了会议 商讨过后 周总理作为代表 对外发表了讲话 不但谴责了美国插手 越南内政的无耻行为 还表示假如美国不听劝告 执意地要攻打越南的话 那么中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可当这些话传到老美耳中之后 他们根本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 反而还没有拿这些话当回事 还在一意孤行 而主席也似乎早已猜到了美国的态度 于是便直说了一句仅有11个字的话 美军不得越过北纬十七度线 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 实则霸气外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北纬十七度线和我国有什么关系 其实在很早之前 我们就帮助越南抵抗过法国 并且将法国成功地赶出了越南 之后还规定了南约和北约的停火线 这条线就是北纬十七度线 而北纬十七度线 不仅仅是只是一条分界线 更是中越两国人民打击外国侵略者的代表之作 其实主席也是第二次说这样类似的话 当年在抗美援朝时期 中国就对美国曾发出过警告 那就是不得越过三八线 可那个时候 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 一向眼比天高的老美 都没有把我国放在眼里 不但是越过了三八线 反而还口出狂言 圣诞节前夕要结束战争 也不知道是谁给的勇气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纵使他实力再强又如何 照样被志愿军打低门都不敢出 不过美国也是挺聪明的 聪明在哪呢 那就是聪明再不吃第二次亏 经过抗美援朝的惨痛教训后 这次又听到主席亲自放话 全美高层心中一颤 于是就针对这句话 立马展开了会议讨论 主席这句话到底啥意思呢 难道真的会为了一个北约插手 这场战争吗 说实话 他们真的是彻底慌了 当时很多美国人都说 按照主席的做事风格来说 那么必定是说到做到 一口唾沫一个钉 毕竟抗美援朝那一战 打到了他们心里 他们不得不再好好掂量掂量 要是真的惹怒中国 说不定会再来一次抗美援朝 经过这次的会议商讨 美国最终得出结果 那就是命令全美战士 绝对不能越过北约17度线半部 在此基础上更不能在北约17度线附近 从事任何军事活动 命令虽然是发出了 但是为了个别不长眼的士兵 再贸然闯入 于是老美还自行强加了一道封锁 那就是一旦有美国士兵 出现在交界线附近 那么这道封锁 就会自动发出提示警告 我国士兵禁止越界 这一场面属实让人昭笑 后来 每当北约士兵和美国大兵 正打敌火热朝天的时候 只要是触发了警报 那么美国大兵就会立马停手 这一场面笔点学都管用 可北约看到这种情况 也非常难闷 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老美 会乖乖听从主席的一句话 所以还一直在和美军对刚 后来北约方面有人就提出 既然毛主席亲自说了这话 那咱不妨就把基地建在边界上 看看老美是什么反应 众人听完这话之后 立马提出了反对意见 因为在他们心中 一直认为美国很强 肯定不会听取主席的话 但有一点 现在已经是这种局势了 相信毛主席的话 或许还会有一线生机 如果老美一意孤行 那么自己还会获得主席的好感 两头都不亏 那就试试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第一轮的试探 果不其然 就算两军打敌再怎么激烈 只要一到边境线 美军就会立刻停止攻击 北约看到这种情况内心狂喜 看来强大的美国也有真正惧怕的人啊 尝到甜头的北约随后就更加放肆了 马上组织兵力将全部的军事力量 安排在了边境线旁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还时不时地会去偷袭一下美军 而美军一旦追击的时候 他们又跑回到边境线以内 美军虽然非常气愤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谁让主席放话了呢 不过北约也是挺见兮兮的 仗着这句话三番五次挑逗美军 同时还凭借自己地理位置的优势 专门制定了一套游击战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双方一直来来回回 坚持了二十余年 原本的美军想要速战速决解决掉北约政府 如今却要和北约打消耗 越南战争变成了一个泥潭 美国在这里越陷越深 前前后后花费了几千亿美元 搭上了六万多个士兵的性命 却没有取得一丁点实质性的进展 美国再也耗不下去了 1969年尼克松接任美国总统 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越南战争 那怎么解决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主席 毕竟北约弹丸之地 美军如果真想打 那北约可能还不够一个回合 但是现在老美不敢打 都是因为主席 所以尼克松在这之后 就不断找机会向中国主动示好 后来主席也知道了他的意图 随后就发出邀请 让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 尼克松贵为一国总统 所以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于是在1972年 尼克松同其夫人乘坐专机来到了中国 在此次来华期间 他为了更好地得到主席的意见 所以并没有显露自己半点架子 当时接机的是州总理 为了更加明确自己的态度 还主动为州总理脱掉大衣 这一看似细节的动作 已足够表明他此次来华的诚意 后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 毛主席是何等人物 他早就明白了尼克松的意图 所以在交谈期间 毛主席对他时不时地暗示 表现得镇定自若 等谈话到一定时机之后 毛主席面带笑意地对他说 中美两国往后开战的几率很小 美军要是想撤离一些在外的军队 中国也不会去国外的 尼克松听到后迷迷糊糊 因为他不懂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 而一旁的基辛格常年奔波于两国之间 所以他很清楚主席这句话的意思 就主动开口和尼克松解释道 只要不侵犯到中国的利益 那么中国断然不会干涉 其他国家的行为 听到这话后 尼克松心中的大石头算是落下了 回到国内之后 他立马下令撤军 直到1975年 美全军从越南撤离 不得不说 美军这次真是应了中国一句老话 偷鸡不成十把米 不过 谁让咱中国有毛主席镇守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可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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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